真正的高手往往有三种深度认知 看似和常人无异议实则非常厉害 第一种发现别人的局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教育经历的不同 导致了认知有高有低 在这方面高、在另一方面低 总是有一定的认知局限 而真正的认知高手 能理解别人的缺点和局限 却始终保持一种善意 还会尝试着在别人的认知局限里 跟别人沟通交流 这就叫降维沟通 或者说是向下兼容 第二种发现自己的局限 能发现别人的局限 或者说别人的缺点 其实并不算太难 难就难再能够予以理解和兼容 而与此相比 能发现自己的局限 更能体现一个人认知水平 第三种 发现世界的局限 对认知高手而言 发现这个世界的局限 就是看穿世界的本质和真相 认识到世界是不完美的 任何的规则跟规律的背后 总难免有不合理 不完善的地方 但这都是局部的 是为了整体的合理与完善 大多数人缺乏整体思维 常常只看到其中的不合理 不完善 而认知高手 虽然发现世界的局限 但却能依然热爱这个世界 能看到这些局限背后的大数定律 并能让自己游刃有余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高手